接着带您去看日本最著名的妖怪 河童 在日本有许多人都自称曾经看过河童 根据书籍资料中的描述 河童身高不高 手脚有脯 有着像鸟一样的嘴巴 背上还有一个坚硬的壳 经常会在河边出没 看到人类就会将它拖进水中 因此在日本当地也曾经传出 河童害死人的意外 至今在日本的河边 还会特别设立告示牌 写着小心河童 但河童真实存在吗 2002年10月份 日本一家东京体育报 就刊登了拍到河童的照片 一群老师还有同学声称 在一周之内看到两次河童 日本电视台更寄出 1000万日元的悬赏金 希望能够活捉河童 但最后依旧没能看见河童本尊 明明是传说中的妖怪 在日本的寺庙还有民间 却又能看到河童木乃伊 九州一间酒厂的主人就搜藏了 彼此是河童的手骨 还有脚骨 难道说早年的日本地区 河童真的曾经存在过吗 如今河童又躲去哪里了呢 带您揭开日本传说中 最奇异的河童之名 寂静的湖面突然传出 幼童的笑声 接着一个不明水中生物 突然窜出 电影中的画面在越南真实上演 三名男子在莲花池中整理渔获 其中一名正在拉渔网的男子 不明原因突然落水 水面下似乎有一个人影 伸出一只黑色的手 用力地拉住男子的手腕 接着瞬间扯进水中 山旁有人 健壮立刻跳水救人 不明的水中生物 猛力把人拉进水里 让你没想到日本传说中 著名的妖怪 河童 A species of amphibious humanoid creatures believed to lurk in the waters of Japan The kappa which translates as a water child is a creature that is usually about five feet in height has scaly skin and is usually blue or green in color it has a turtle shell on its back and a beak as well as a kind of plate on the top of its head in which it always has to carry water if it spills this water then it loses all of its power and it can die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世上真的有河童吗 在日本一直以来 都传出有民众撞见河童的消息 1991年 日本的宫崎县 发生一起河童事件 一名叫做松本的男子 因为东西忘了拿 临时返回家中 却在打开家门的那一刻 突然闻到扑鼻而来的腥臭味道 接着看到家中地板上 布满了泥巴脚印 原本以为家中遭窃 但检查财务却发现 丝毫没有东西被偷 松本仔细观察地上的足迹 发现这位小偷脚的长度才12厘米 宽度呢也在10厘米左右 可令松本奇怪的是 这个脚印有着三角形的形状 甚至连三根脚趾与足谱都清晰可见 但由于那个年代的资源比较匮乏 没有太多河童的资料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2002年 募集河童的消息 还登上了日本的新闻版面 一份日本东京体育报纸上 斗大的标题写着 发现了河童的冲击照片 募集河童的是一群 岩首县 土渊国小的老师和学生 这群师生在一周之内 连续两次看见疑似河童 出没的身影 那个生物全身绿色 头上有名 与传说中的河童非常像 当时有人拿起相机 捕捉到这个印象 照片里在西旁边的不明生物 的确也很像河童 新闻报道登出之后 当地电视台更出价 一千万日元 发起捕捉河童的悬赏令 悬赏令发出的一个月后 官方表示没有居民抓到河童 但河童的传说 在日本民间依旧深信不疑 长辈都会告诫海童 不要轻易靠近水边 否则就会被河童抓走 河童也会设立告示牌 提醒民众小心河童 これは江戸時代に描かれた 河童の图 関東 北陆 九州で目撃された 10種類の河童です そして日本には 今なお河童を見たという人がいます 从小住在日本沿泉町 沿首县的三上奶奶说 在她小学四年级时 曾经在河边看过河童 当年河童的模样 三上奶奶至今 依旧记得一清二楚 传说中的妖怪 却在日本寺庙中找到存在的证据 位在大阪的瑞隆寺 具有一张河童标本的照片 日本的宫崎县 一户岛金家族 更首次公開 从江户時代就流传下来的 河童手足 一个长8公分 另一个长15公分 但哪个是手 哪个是脚 至今也没人能够确定 收藏的主人表示 江户时代 具有一位河童 遭到武士枪毙 武士后来受到诅咒 生了重病 经过有人相助 好不容易才恢复健康 为了答谢对方 武士就将河童的一手一足 送给对方 后来辗转传到了 岛金家族手中 至于标本 是真是假 就连主人本身 也不太清楚 日本九州的贺佐县 1300年历史的酿酒厂内 最传也有一具 河童木乃衣 在昭和28年里 这些人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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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成 这些标本 其实是日本各地的工艺品 主要制作于江户时代 因为当时日本 与其他国家 开始的国际贸易 西方对东方这些 罕见的生物很有兴趣 所以当时的日本工匠 把许多日本传说中的妖怪 用不同动物的部分身体 标本拼接而成 拼接成看起来 像是那个妖怪的样子 但说也奇怪 古代的日本人 如果没有看过河童 又怎么拼装成 河童的样貌呢 关于河童的传说 一直以来都没有间断过 形象总是恐怖又吓人 甚至还会吃掉 在河边玩水的小孩 从日本文献中 也记载过河童的资料 难道古人 真的亲眼见过这种生物吗 最早的河童图样 出现在1712年出版的 《和汉三才图绘》中 这本百科全书 是由一位四岛两岸医生 用文言文编撰而成 用图画方式解释 各类天文立法 和动植物的丰富知识 其中有一种动物 就被描绘得很像河童 早年日本人的马匹 经过河边 都会遭到河童侵害 相传有一位川九先生 捕捉过河童 还跟河童谈好条件 不能杀害村庄内的人类和动物 而这份记录 更留存在日本当地 还有传闻指出 河童其实是来自外星文明 而且这种外星生物 旧居住在地球的海域之中 因此才会经常 在河川海边出没 长时间依赖水才能生存 这个小细节也曾被联想 或许河童是某种人鱼生物 公元前一千年 古代叙利亚的一则文献中提到 女神阿塔加提斯 从天上降落 潜到湖中 变成了一个半人半鱼的生物 而同样的记载 也出现在古希腊 以及古代苏美尔的神话故事中 他们共同把人鱼 称作来自外太空的鱼形人类 西非的多工人 至今仍崇拜一个叫做诺曼的远古森林 传闻诺曼是一种 雌雄同体的两栖生物 虽然各地的描述有出入 但不管是日本的河童 古希腊的人鱼 还是多工人诺曼 这些跨越的时间和地域的记载 是否源自同一种 半人半鱼的智慧物种呢 根据传说 远古神灵 诺曼来自天狼星 当年从天而降 从搭乘的飞行器出来时 就立刻钻进水中 除了人鱼生物之外 河童光滑的头顶 也被怀疑有可能是一种日本水踏 但水踏背上没有壳 就外观来看也不像河童 于是又衍生出另一种说法 跟早年贫瘠的日本社会有关 而且来不及长大被丢到河里的小孩 因为泡水皮肤呈现灰烈色 也因为头发被河水冲刷 头皮腐烂之后看起来像是秃头 背上因为吸水膨胀 所以看起来像是渴 以上外表特层的确很可能 让当时的人们把这些小孩 误认成河童 也有人认为 河童是杜撰出来的妖怪 是日本长辈用来赫祖孩童 靠近水边的一种说法 刻意营造出来的可怕形象 只不过是反映 人们对于水的恐惧 其实只要对于海域 存有敬畏之心 无论河边是否真有河童 我们都无需太过畏惧 支持观看起来 刘峰 决底 赞付准备